就比如 焚黄灭世诀 陆尘以前使用 都是最大化的将法力 作用至仙法上 引动出天火将士 回天灭地 毫不威风 可现在 陆尘宁愿将焚黄灭世诀 神力聚在一起 化成幽冥鬼火般的艳艳咒法 也比实际杀伤力强大得多 还可以做到 无声无息 而真正生微惊人的绝世仙法 都是在一些大场面上 虐杀大量仙修时候 才会使用的 并且 只要达到了那一步 才真正的算是 无法无天的存在 陆尘现在还不行 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行 包括几位中尉神人 一场汉战来得如此激烈 对方人数虽少 但在岸边配合极为默契 陆尘仔细地观察着他们动手的方法和手段 意外地发现 这些人掐掘画幅既饱既从容无比 又始终跟岸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不会接触到河水和泥沙 而乌残河渡一直风平浪静 即使法力于尽扫荡着河面 也不曾引起河中乌残的愤怒 他们很了解无残河 陆尘灵光炸现 心中蠢道 他们从灭风山赶过来 这么多人竟然没有受到污残的阻截 太奇怪了 把他们赶回去 一定会找到渡河的办法 想到这里 陆尘纵身飞上 刚要扑出去 忽然间 一名身着黑衣的下卫神人 从后面迂回了过去 一柄尖刀露出阵阵的寒芒刺向陆顶后心窝 陆顶正于一个老者打得激烈 丝毫没有发觉背后的危机 陆尘心中暗教不好 便准备出手营救 却在这个时候 只见周云灵不顾面前高手的掌势 翻身抽回到陆顶的身后 如电光般的刺出一剑 将那黑衣人的尖刀击飞 而他却中了扑杀而来的高手的一掌 哭 来人力道不小 打得周云灵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陆顶听到身后血剑喷吐的声音 猛的一惊 队长 回过头来的陆顶面色惨白 看到偷袭之人心中傻气沸腾 双枪卷起舍开面前的下卫神人 急迟般的掠向打得周云灵受伤的羞势 叮叮当当的一阵急促的枪声 刺得天空尽是破空之声 枪尽击打在岸边的地面上 留下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深坑 陆顶的勇猛在农干仙界素有威名 虽然他们飞升的时日尚短 但这一身近似胡缠满打的打法 倒是让那下卫神人害怕的没有继续追下去 而是反过来抵挡陆顶的攻势 如此一来周云灵的危机暂时被解除了 可陆顶也深陷到两个高手的加工中 眼看着先前那人便是杀过来 陆尘薇带着深意的瞥了一眼周云灵后 迅速靠拢陆顶 二哥保护周队长 陆尘急喝一声 人从空中飞来 还未靠近 两点火芒便从掌心处亮起 一手一个甩向围攻着陆顶的两个人 扑扑的两声响 两团幽火 毫无声息的落在其中 加工着陆顶的两个人的身上 火焰似乎遇到了助燃剂 一般迅速的燃烧了起来 什么东西 那两个无魔领的下卫神人为之一惊 神念收回感受着身上的火焰有着一丝丝恐怖和暴虐的气息 朝着自己的身体里钻着 不禁骇然色变 也顾不得理会陆顶了 两人各自飞退了出去 手忙脚乱的扑灭着自己身上的火焰 陆顶的压力顿时消散一空 这是 他才有时间飞到周云灵的身边 将他抱了起来 队长 你没事吧 陆顶之前 还在大骂周云灵不公 而此刻便是羞愧交假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是周云灵救了他一命 周云灵又呕了一口鲜血 瞪了陆顶一眼 拍掉抱在他肩上陆顶浑厚的手掌 强子运了一口真气 说道 放手 我没事 你不是想打架吗 那就不要让人担心 把陆顶说得老脸一红 周云灵摆动郊区 杀向人群 陆尘这时方才赶了过来 上下打亮了陆顶一眼 发现没有什么异样 最后才松了口气 看着有些木讷的陆顶 陆尘叹了口气道 二哥 他好像喜欢你啊 别看陆尘自己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 近乎白痴的地步 身边旁观者 他很轻松的从周云灵那又爱又恨的目光之中 看到了他心底的想法 同时也为自己的二哥暗自欢喜 自从在浓干先见 陆家全族被灭以后 陆顶早就不动情了 今天这事可以说是一个机缘 陆顶听得 玄子一饿 脑道 请你 休要胡说 你不信 陆尘咧嘴一笑道 那咱们走着瞧 也不挑破 陆尘最在意的还是要杀过乌残河去挖矿石 先把这群人赶走 从中得到渡河的办法 才是最重要的事 想到这里 陆尘腾起身形杀入人群当中 陆顶也跟着扑了进去 有了陆尘加入 幽烈马上提现了出来 陆尘也不急着表现自己 化成黑火长红 诡异的穿梭在两方阵营当中 不计宝锤 浑身混沌真元 澎湃如浪 屈指连连的点出火芒 带着强大的神念攻击 不一会儿 场中十数无魔领的人 便死了四个 而且都是被火焰 自内而外的烧死 干净利落的让人折舌 四个人都是在不经意之下 中了陆尘的艳艳咒惨死 陆尘做的也足够隐蔽 更由于是混战 大多数人没有发现 是他出的手 但还有少数人 发现了陆尘的存在 混蛋 是这个小子干的好事 先杀了他 有了陆尘一搅和 场上的局势大变 无魔领的人 再也无法保持 淡定从容的状态 饥饿如仇的瞪着陆尘 嚼嚷了起来 四个下位神人抽身而出 直奔陆尘扑来 陆顶紧随陆尘 两兄弟背靠着背 跟四人交起手来 陆尘对群战心得颇高 见来人气势汹汹 分毫不惧 身子化成电光 带起大片的火海云浪 滔天的烈火 反而将四人围住 去死 出指几点数计 悠悠火光 从天而起 巨大的火柱 从天而降 灭顶压下 两个下位神人 顿时被打得 急速坠落 头发都燃烧了起来 顺势扑上前去 陆尘来到其中一个 下位神人的背后 手中锤光亮起 全力一挥 哄 那人顷刻间 被轰成了鸡粉 而陆尘杀完 此人根本不加停留 扭身擦着 路顶的身边飞过去 一脚 将另一个下位神人 踢出老远 跟着 便是一记 艳艳咒祭出 点心之盲 没入那人眉心 吐的一声 那人整个脑袋 变成了火球 痛快 陆顶哪曾料到 陆尘如此厉害 激动的大叫了一声 双枪舞到极致 把其中一个下位神人 逼到地面上 竟然占据了上风 雷枪 去 得势不饶人 陆尘口喷雷王残月枪 解释一转 扑向被陆顶枪环笼罩的 下位神人 那人本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又看到陆尘连杀两个下位神人 早就吓得不轻 看其飞来心中一阵慌乱 便要转身逃走 不想被陆顶逮到了个机会 双枪狂刺 将其人当众刺死 本来势均力敌的局势 在陆尘加入之后 马上逆转了过来 周云龄重返战阵当中 亲眼目睹了陆尘的手段之后 一张小脸顿时惊喜连连 极为的精彩 提起飞升的日子 他还记得 当初岳目夸奖的 头脑聪慧的家伙 原来他只以为陆尘 也许有些小聪明而已 此后 陆尘进入气部 用他的小聪明摇身一变 成为许阳国的心腹 他更加瞧不起陆尘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短短十年之间 陆尘竟然变成 如此强大的存在 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内 杀了三个下位神人 虽然其中陆顶也功不可没 但要是没有陆尘在 陆顶哪会胜得如此轻松 还可以在飞升数日的情况下 杀了一个灭风山的 下位神人高手 十年的时间 他究竟怎么做到的 周云玲的一张小嘴变成了O型 而这个时候 远处跟岳木林鱼打得不可开交的 几个灭风山的首领 也同时发现了战场上局势的逆转 本来从容的几人 顿时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 其中一个匪手发出一声长啸 腾空而起 跳出战圈 笑声传了出去 不多时 两百多下位神人 从林中四处涌现了出来 正是陆尘先前来的时候 路上遇到的那一波 后面跟着文法 以及各个侍卫小队的人 经过一场恶战 两方各有损伤 那匪手随手一招 无魔领的神人聚在了一起 结起了庞大的震慑 那匪手排出火掌 排山倒海的逼迫 林鱼和岳木之后 并未继续缠斗 而是站在人群中央 宁笑着看着二人道 岳木 林鱼 老子玩够了 输不奉陪 一场恶战之后 林鱼和岳木也消耗不小 那匪手挥了挥手 无魔领的下位神人们 有条不紊的后腿 顺着河岸 逆流而上远远逃去 匪手离开的时候 目光扫过陆尘一眼 身子一顿问道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众人讶异的看向陆尘 陆尘笑道 哈哈哈哈 气不 欲狐 气不 匪手 微微一恶 流露出赞许的表情 点头说道 好 在下雷巡 我记住你了 我记住你了 林鱼和岳木始终没有半句话 一个个急得不行 文法和周云灵 更是气愤的招呼着自己手下的下位神人们就要追过去 而林鱼和岳木却同时一鹤站住 穷口莫追 岳叔 大人 周云灵差异看向二人 众侍卫也都一脸的费解 林鱼凝重道 这些人通晓渡河的办法 莫要中了他们的奸计 所有人都毁成 林鱼说着 转身便要离开 看到陆尘的时候 重重的点了下头 不错 短短十年达到这个地步 看来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成为中尉神人了 这次祝成军虽然赶走了吴魔灵的匪徒 但却不是我们实力的原因 而是因为你 不管如何 我会将此事同禀祝成军统帅大人 给你封赏 林鱼说完 冲着陆尘点了点头 待人气哼哼的返回了前巷城 文法没有看到陆尘大发神威的过程 但是光是用耳朵去听 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几步跑了过来 拍了拍陆尘的肩膀 说 不错呀 林鱼大人可是难得夸奖人的 你刚才究竟做了什么 让大人都对你刮目相看啊 陆尘无辜的摊了摊双手 说 我什么都没做 跟大家一样 赶跑了敌人而已 可能是大人只看到我了吧 陆尘不想太过张扬 刚才要不是因为陆顶的原因 恐怕也懒得多用些法力 不过 暴露了一点也算不得什么 他真正的看家本领 别人还不知道呢 人群渐渐散去 就陆尘刚刚的表现 至少给助成军这二十来号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众人离开的时候 默默地用眼神 与陆尘示意着 直到所有人都走了 仅剩下周云灵和陆顶 周云灵方才走到前面来 看了一眼两人 说道 云灵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 陆顶心里有愧 他原本以为周云灵处处针对自己 后来事情弄清楚了 就有点不好意思 刚才周云灵还为了救他而受了伤 陆顶更觉得没脸见人了 听到周云灵先行谢了过来 马上摇了摇手的 别啊 要不是为了救我 哪能被人打伤啊 要谢也得陆顶先谢 不止要谢 陆某人还要给周队长道歉 说着话 陆顶抱着拳头 深深一攻 陆顶 错过了队长大人 请队长莫怪 陆顶举动有点奇怪 本来就魁梧的身子 这么败下去 显得极为别扭 关键在于 陆顶的一张大脸羞愧的通红 不禁引得陆尘暗暗发笑 周云灵多看了陆顶两眼 说不出什么原因 这汉子身上 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 正在吸引着他 可是一听陆尘笑出声来 周云灵的脸 腾得一下子红了起来 像一个被人看透了心思的淑女 有些手足无措了 我先回城了 陆顶 你跟你的兄弟 可以多去一会儿 守城的事 明天再开始吧 周云灵低着头说着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脸上燥热无比 不想再待下去 快走了几步 跟上了大队伍 陆顶纳闷的看着周云灵的背影 很久方才回过神了 陆尘也望着周云灵 心中感慨万千 哎 世事便是如此啊 谁能想到一个生得如此动人的女子 竟然对自己粗犷豪放的二哥动了心思 二哥 怎么样 我说过他对你有意思吧 陆尘难得打圈陆顶 别乱说 人家是队长 公正无私 爱护下属 你别乱想 其实周云灵的长相并不差 相反还很漂亮 陆顶也动了心 只是憋在心里不说罢了 另外一个方面 自己的修为远远不及周云灵 陆顶觉得 自己根本配不上人家 陆尘并不知道陆顶的想法 更调侃道 我说二哥 他能舍命救你 难道你还不相信他对你有意思 二哥 你可以考虑了下 考虑个求 陆顶瞪了陆尘一眼 话锋一改问道 走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反正今天大人给我放了假 我们喝个一醉放休 陆顶说着 拉起陆尘便要离开 陆尘一摆手 打断道 二哥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事要办 有什么事 陆顶一摆 陆尘看了看 吴摩领众人离开的方向 说道 一句话两句话 说不清楚 你先回去等我吧 等我回来再说 我跟上去看看 他指了指河对岸 你还要跟上去 你还要跟上去